19年轻,演员刘晓静被捕入狱,入狱后的刘晓静也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期 家里人也遭受到了牵连浪达入狱 事业上曾经的合作伙伴们自然也都离他远去 生怕也遭受到牵连 可以说,那时候的刘晓静真的是想自杀的念头都有了 不过我们都知道,刘晓静后来在监狱里的生活,可谓是非常自律 每天在监狱里坚持锻炼跑步 没事还会红红补补,做一些陶冶情操的小手工 而他之所以能够变成这样 背后和一个男人离不开关系,没错,这个人就是姜文 姜文咱们都不陌生 作为我国知名的导演和演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斩不头角 在多不家喻不晓的影视剧中,都有他的身影 不过刘晓静在认识姜文的时候比这更早 那还是在1986年的时候,也就才23岁的姜文 遇到了31岁的刘晓静 别看刘晓静已经30多岁了 但他的气质样貌都堪称极品 依旧有着无数的掩护者 而姜文那时候虽然才23岁 但他的才华也已经展露了出来,不少导演也都很欣赏姜文 所以,两个都非常优秀的影响 也就在《芙蓉镇》这部影片中相遇 这部影片中的俩人饰演的是情侣 虽然剧组中的咱们也要经常对戏 姜文那时候还没走过 所以也对提升能力这方面很看重 戏里戏外都把刘晓静当作恋人 这样才能更好的入戏 但也正是这样,渐渐的使得这个年轻人 对刘晓静产生了爱意 而刘晓静也在合作中 逐渐对姜文有了那么点意思 不过刘晓静毕竟是有老疯的 所以他们之间也就并没有发展到很过分的地步 当时三岁的姜文爱上了刘晓静 但奈何刘晓静是有不知谱 所以他也就将这本爱意 藏在了心里 吴隆镇这部戏拍摄结束后 俩人也都分道扬镳 选择各自发展各自的道路 但老天爷貌似并不想让他们分开 不久后,导演林子峰找到了他们俩 由于他们俩在上一部戏中的完美工作 也使得林子峰导演决定 将自己的下部戏中的能力一种也定给他们俩 林子峰作为当时影响力比较大的导演 自然他们没有理由去的 就拒绝这次走红的机会 于是,他们就再度合作了电影《春桃》 这部戏中的俩人依旧是《引擎女》这一次 俩人的感情再度沉温 并且大家不知道是 虽然刘晓静是有老公的 但他和老公成国界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那时候他们之间的婚姻 早就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所以刘晓静虽然也对江南还是不错 最终俩人还是没能抵挡着爱情的魔力 开始了底下恋情 那时候他们一开始只是传出绯闻 毕竟是演情侣 戏里戏外团定也会有人说些话 所以大家也都并没有太过在意 但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这件事最终还是被陈国军给发现了端年 陈国军虽然对刘晓静没啥感情 但他怎么说刘晓静还是他的老婆 江南给自己头上戴了点灵帽子 换做事实也不可能接受吧 于是陈国军当即找到了两人当面对峙 江南和刘晓静也看完不下去了 也只好扑罐子破摔的承认了 当陈国军得知真相后 也是气不打一出来实在没忍住 狠狠地杀了江南一把掌 但他辞后的做法却让人飞一所思 1988年 江南和刘晓静谈起了地下情 但很怪这件事就被刘晓静老公陈国军发现 陈国军先是打了江南一把掌 然后竟然让江南把自己和刘晓静的偷情过程写下来 这一操作也是让他们俩都匪夷所思 不过毕竟是自己犯错在先 于是江南还是老老实实地写了出来事情的经过 最后江南还不忘加上一句 我是真的爱他 看得出来江南的确很喜欢刘晓静 陈国军见状也没再危难他们俩 放了江南之后就又和刘晓静离婚了 离婚后的刘晓静本以为终于可以和江南在一起了 但谁料陈国军杀了个滚马枪 他把江南写的偷情经过整理了一遍 然后特意写了一本明媒和刘晓静 不得不说的故事这本书的内容已经曝光 就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本书不但让江南和刘晓静事业大部分受责 他们在一起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无奈 他们只能选择当知青利友 在往后这件事的热度消沉下去之后 江南开始发展起了自己的导演路线 刘晓静则发展起了自己的化妆品经商路线 双方发展的也都还算可以 有时候江南拍摄电影之前 刘晓静也会二话不说借给他 这也让江南很是感激 所以说当刘晓静后来因为偷睡漏水坐牢的时候 也只有江南敢站出来帮助他 他托人给刘晓静了一条丝巾 丝巾上写着 务必坚持下去 不要放弃 也正是这句话 让刘晓静才能在监狱里挺重 出狱后的刘晓静依旧保持着自信的态度 面对记者经常自我调侃坐牢时候的事情 的确对于刘晓静而言 坐牢的一年多就是一种考虑 坚持下去了 他就宛如新生一样 现如今的刘晓静和江南依旧是好朋友 或者用网络上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 有情以上 爱情一下 这种关系也必须很让人羡慕